說到大家都說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什麼呢 是人 在台南有一名駕駛 晚上開車沒有開大燈 後方的駕駛見狀 竟然開啟廣播提醒他說 你沒有開大燈 駕駛聽到廣播歌的勸説之後 才把燈給打開 另外位在嘉義市民生南路 有民眾發現 有接駛駛駛駛違規跨越了雙黃線 這個到了對上車道區 還擋住了對上車的路 機車騎士違規擋路是為什麼呢 背後有洋蔥 因為他看到有個老婦人過馬路好危險 才幫忙擋車護送阿嬤過馬路 影片中的兩名騎士跨越雙黃線 把車騎到對上車道 下一秒竟然不動停在那 怎麼會有人如此囂張違規擋車 只見騎士向駕駛招手表示抱歉 無端被擋路 哪是招手就能解決 正當被擋路的駕駛火氣正往上冒時 突然看到綠色機車 後面還停著一輛黑色摩托車 摩托車騎士還下了車 攀扶一名行動不便的老婆婆 過馬路 兩位騎士 一個扶老人 另一個則坐在機車上 隨老婆婆的腳步往前騎 幫忙擋住來來往往的車輛 好讓老婆婆安心過馬路 原來擋路背後有洋蔥 駕駛把影片PO上網 說路上被機車打 卻讓我看到最美麗的風景 網友們紛紛給好心的駕駛 達了一百分甚至一千分來表揚 卻也擔心 老婆婆不走斑馬線 穿越馬路真的很危險 同樣好心的還有這位廣播哥 後方的駕駛大哥看到前方的車輛 晚上竟然沒有開大燈 就怕發生車禍廣播提醒 直到車主把車燈打開 卻也讓廣播哥氣到一肚子火 記者南部綜合報導